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施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保湿 实时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APP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 看视频 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由老师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去分享你的爱 来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 欢迎 著名情感作家陆琪老师 欢迎 著名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 来吧 看看今天需要他们帮助的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结婚后我就成了全职妈妈 这样的生活我感觉越来越让我喘不过气 这个选择明明是他自己决定的 而且我觉得我也做了我应该做的 但是说好的是两个人共同承担 最后变成了我一个人的辛苦 那些事情不是他应该做的吗 我觉得他有点小题大做 道理是我小题大做 还是你并不理解我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贾先生29岁来自辽宁工人 郭女士27岁来自辽宁全职妈妈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小片里面看到了意见还挺大 你是觉得所有的责任都你一个人在扛 是这意思吗 对 先生觉得没什么是吧 对 什么责任都自己扛了呀 说说吧 因为我们俩现在结婚都是五年了嘛 然后我宝宝也快五岁了 当初结婚的时候说好了 就是家里所有的事都是共同承担的 但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宝宝也越来越大了嘛 然后经济压力肯定也会是越来越大 但是我感觉现在就是 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了 就承担不住了 哪些事都是您在担啊 因为我们俩是自由恋爱 从就是恋爱到结婚 现在有七年的时间了 婚后不久就有了孩子 怀孕期间吧 它还可以 就是因为要当爸爸了嘛 然后就是每天下了班都回家陪我散步 之后孩子出生的时候 各月的期间都是我妈妈在照顾我 然后出了月子我妈妈就回家去照顾我妹妹了 因为妹妹在上初中 因为他们家就是我婆婆和公司离异了 就是根本不能过来帮我们 妈妈走了之后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真的太辛苦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想帮她 但是我上班然后有时候加班 但是工作就是太晚了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帮她 她是从不搭手是吗 对 也不帮我做什么 关键我也是搭不上手 那半夜孩子醒了哭了闹了要吃奶 我也不能喂她呀 因为我第二天早上我还要去上班 下班之后吃完饭洗不洗碗了 不洗 但是你能帮得上我的时候 你不也是没帮我吗 比如 就是那一次孩子生病了 然后我就是带孩子我自己去了医院 然后回来的时候外面就是下雨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也下班了 就在医院出来的时候 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我说你就是下来接我吧 因为我就是都已经出来了 当就是我回到家楼下的时候 没看见他人在哪 那个时候就特别地生气 也感觉自己特别委屈吧 一气之下我就拉着他去了民政局 其实咱俩这中间是件误会 你知道吗 但是我已经穿好衣服了 因为天下雨 我再等一个电话 到一个楼下你给我打电话 马上就可以去接你 但是你没有打这个电话 你自己就上楼了 对我就一顿喊 那我也接受不了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主动 给我打一个电话呢 为什么都是让我先给你打电话呢 我带着孩子还得打着啥 还得拿着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我多辛苦啊 不是 他这个去陪孩子看病的时候 他在干嘛呀 他去上班了那天 在班上 对 因为看完病他也下班了是吧 对对 您是希望你们到家门口 他就能下来接 对因为那天这样 先生认为说你们应该打一电话 然后后来去民政局 这婚离了吗 没离成 为啥呀 因为孩子也特别小 然后那个时候 他好像就知道什么什么 特别哭闹 然后工作人员 也就是在中间调解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回来了 这个每一个有新生儿的家庭 大概都会面临这样的困难 本来就是我妈妈 有时候也能过来帮我们一下 但是后来妈妈被他气走了 因为断奶嘛 然后肯定需要就是 来有人来帮忙嘛 然后第一天他还都挺好 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有点不耐烦了 对我妈妈就是说了一些 说了一些话吧 然后妈妈就回家了 我就感觉他有点太过于敏感了 那你说他妈妈幼孩子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钟吧 然后因为他在客厅里 幼着孩子开着灯 我第二天要上班 我休息不好 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你可不可以把灯关了油啊 我就说了这些话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是没睡觉 我妈妈睡觉了吗 他不是给哄咱们的孩子吗 这点你就是都不能理解一下吗 你妈妈不能来帮忙 我妈妈来帮忙 然后你又还不知道敢 这不都很多年前的事了吗 我听起来这个就四五年前的事了吗 其实还有很多事呢呀 孩子逐渐也长大了嘛 学会走路 走路之后越来越难带 有一次就是我在厨房做饭 然后就听见就是卧室 嚎啕大哭了 当时就是我就跑到卧室 发现孩子就是额头已经磕了一个包 那个时候我也很心疼 然后他下班回来就开始指责我 其实我也没有指责你 那我可能说看见孩子脑子磕了包 我心里很着急就说话 可能说有一些重 但是我不把我的公职卡什么的都交给你 就要让你把这个家照顾好 就把这孩子照顾好 其实吧 现在让我最崩溃的就是 他对我的忽视还有一种寂寞感 因为我当全职妈妈 肯定就是没有什么社交圈嘛 也就是没有朋友什么的 记得有一次就是 家里边有个楼下饭店看夜吧 然后是集88个站就可以免单 因为微信里边肯定会有些好友嘛 也是100多个 然后我就是奔着免单去的吧 然后就给挨哥私发了一下消息 但最后集来的就20多个站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对自己特别失望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都完成不了 就是感觉自己真的没有朋友生活了 是觉得与世隔绝了是吗 对对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 我们一个闺蜜群聊天 然后一个朋友说 他刚升职加薪了 另一个又说他 就是恭喜的朋友 又说他马上就出国发展了 另一个又说在哪开了什么小店 当时我什么都 我都没说话 因为我感觉 他们的人生都太精彩了 我根本就是 我也插不上什么话 那天下午正好再给 就是家里冰箱储饼们 在做家务 然后后来 因为孩子在五岁 孩子也醒了 然后他哭 那天下午我也跟着很 哭了一下午 就感觉 我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一时候孩子多大 也快上幼儿园了吧 你那朋友都有孩子吗 没有 对啊 也许他们看你带宝宝的时候 虽然宝宝脑袋上撞了一个包 他们背后也大哭了 说看人家的生活多么精彩 有一个新的生命陪着他 但是就是从那次之后 因为我感觉就是内心真的受到打击了 从那次之后我就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出去工作 因为宝宝也逐渐大了嘛 然后我就是也找了一份工作 但是幼稚园都是五点放学 然后我是五点半下班 但是就是工作的时间和家庭的关系 就是平衡不了吧 你为什么不能去交替接啊 因为我上班有时候需要假 就是很晚很晚那种 行吗 因为别的小朋友都有爷爷奶奶去接 然后每次幼儿园都是剩我女儿一个人 老师也打过几次电话 就说只剩宝宝一个人了 然后我的女儿也跟我说过 说妈妈我不想做全班 最后走的一个小朋友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工作辞了 又恢复了全职妈妈 其实当全职妈妈不是很好吗 我在外面上班 你在家照顾家 照顾孩子 我感觉是挺好的一件事 但是是你上班挣钱 但是他每个月就是三千多 不到四千块钱的工资 我还得想着打理家用 还有孩子的托费 就是每次出去逛街 我什么都不舍得给自己买 都是给他和孩子买 就是我看见自己喜欢的一件裙子 都已经成了奢侈品 就是渴望不可及那种感觉 而且就是我都已经不舍得 给我自己花钱了 然后我就他还不舍得给我花钱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一次就是一个新电影上映了 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说我想去看 然后他在下电影就是评论了说 有什么可看的呀 挺贵的 其实我感觉电影 等下线之后 你在电视手机上都能看 你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 但是你知道吗 从咱们恋爱到结婚 一场正式的电影都没有看过 我就是想就是 为啥 因为我感觉看电影呢 就是浪费钱 因为他不舍得花钱嘛 只要跟他提钱的事 他就特别不耐烦 因为孩子逐渐大了嘛 也要上小学了 然后就是说给孩子报个十字办吧 他就是死活都不同意 你也不是文盲 那孩子有些东西 自己在家就可以教他呀 那每次我教育孩子 你是怎么说的 你是不是说爸爸有多好 快到爸爸这来 妈妈有多坏 那小孩说的话 你不能等着 那是随口一说嘛 是 每次我说孩子 都是哄孩子嘛 然后孩子就越来越难带了 然后有一次我教育孩子的时候 孩子就说妈妈我恨你 我没成想 我女儿能说出那样的话 当时我就感觉 整个天都塌了 因为毕竟是我一手带大的 没成想他就是会那样 就是反驳我 说我 那他的业余时间 你会放假吧 有周末吧 周末基本上都是脚板 就是放假的时候会很少 而且就是他就是闲下来的时间 特别爱喝酒 隔三差我就出去喝酒 每次就是都把自己喝得烂醉 而且还是都要我去接他 现在我不是不去了吗 你现在是不去了 你在哪喝 你不在家喝吗 而且控制不住地吐 这边我刚收拾完 然后那边他又 就是给他挪在床上 他又吐在床上了 当时我就感觉 真的我自己太辛苦了 他完全看不见我的辛苦 以前我是除去喝酒 但现在我不去了 我的生活也有压力 但是我也需要释放 我朋友行我除去喝酒 我根本我都不去了 我下班第一时间就去陪你 你说我喝点酒 就为了释放释放压力 怎么了 是 你释放压力 你压力大我也知道 但是现在干不了全职 我偶尔出去 也是干了一些兼职嘛 一个月也能 一千多块钱补贴家用 但是我感觉 现在我们俩的世界 都是不一样了 因为有一次吧 我下班回来吧 然后他就在家生闷气 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 然后他说我 就是你个在家带海着女人 懂什么呀 当时我就感觉 我们俩的关系 真不一样不平等了 他看不起我了 你说我 我有些事 我能跟你说吗 你一个在家自己带孩子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了 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什么呢 我何不把这些压力 都自己扛起来呢 那你不说 你怎么知道我解决不了啊 我解决不了 我也可以陪在你身边呢 婚前我们是不是说 所有的问题 都是两个人一起承担的 现在你什么事都不说 我跟他在一起 我不是说需要他挣多少钱 我也不怕吃苦 我就是需要 就是我们俩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沟通一下 我已经默默地承受五年了 如果他态度还这样的话 我也不想再承受了 所以你想到的解决方式 就是离开是吧 也不是说想离开 因为他毕竟也有好的地方 我也不是说 你妹都只能 那怎么办呢 你这五年当中 尝试过什么方式去改变吗 我也没尝试过 什么方式去改变 因为我也没有人 可以说这些事情 所以在你的生活日常里面 更多的就是 发现问题 但是解决不了 对吧 我听起来其实主要的问题 我爱乎几点嘛 第一点是因为你全职 所以不被尊重 对吧 第二点 我想重新融入社会 但是我发现各种条件 并不具备 我融入不进去 我会难 是吧 对 第三点是 丈夫其实 更愿意把心理话 跟别人说 比如说这别人有朋友 酒 而不愿意把心理话 说给妻子 对 我说了他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谁说说了 一定要解决问题 那我可以陪在你身边呢 那你吐的时候 谁给你收拾啊 我媳妇 能解决问题不 能 完了嘛 第三个问题就是 其实跟丈夫的交流 让你觉得没有办法 对吧 现在是不是挺崩溃的 因为我就感觉 连他的 就是我们俩都不交流了 就是特别压抑吧 你有这感觉吗 我每天忙着上班 其实我也感觉不到 他有什么压力 我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生活就是这样 其实像这样的日常 不仅仅是这一个家庭 可能还有一些家庭 也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每一个家庭 我们都把它往 像妻子这样 特别苦难深重地去想 像丈夫这样 从来不在生活里面 去找一些乐趣 那这日子确实没法过 你们可以听听老师们 帮你们概括总结一下 给你们一些方法 看看这样的日子 应该怎么过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有一些全职妈妈 最无助的地方呢 就是 除了孩子 我一无所有 我想这就是现在 你此刻的心情 对吗 对 你从上来就跟我们讲说 我一直是一个人在支撑 我支撑不下去了 更多的并不是那些 照顾孩子的辛苦 做全职妈妈的辛劳 而是孤独 这种孤独从她选择 独自待在家里的 那一刻就开始了 她每天就是除了孩子 一无所有 但是本该 丈夫在她的身边 可是你不懂她 你不懂待孩子的辛劳 你如果懂 你不会凌晨三点的时候 让你丈母娘 把灯关了哄孩子 孩子在黑暗的时候 有时候会哭得更厉害 你不懂 你不懂孩子 为什么会把脑袋上 磕一个包 因为没有人能控制得了 小朋友就是很调皮 你不用说 我一眼没看到 她磕一个包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 她也会磕一个包 我够不着 所以你不懂 你说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没有办法跟她分享 是因为她没有办法 给你解决 但这东西 根本就不需要解决 这个过程 就是你的倾诉 和她的倾听 这就是夫妻之间 最简单的交流 也是最必要的 我们真的讲完以后 要一个答案吗 不 我们要这个讲的过程 我们甚至要讲完以后 彼此乱说 胡说 给一些乱七八糟的 解决方法 这就是夫妻 是那个除了你自己以外 跟你最亲近的人 可是你不给她 她每天就自己待在家里 她跟谁说话 人是需要交流的 人是需要社群的 但是她没有 她朋友圈里 一个人都没有 那二十个赞 都是给她点面子 给她点的 她的社会属性 现在几乎为零 那她在家里呢 家里也没有一个 知冷知热的男人 所以她现在其实 她很无奈 她虽然知道 自己面对的问题 但她不知道 该如何解决 你是这个破冰的人 你要把她 从困顿当中拉出来 明白了吗 明白 以后有什么事 都得跟媳妇说 沟通 交流 而对于女士来说 确实现在孩子 五点钟 下幼儿园 你觉得你不去接 很难 但我跟你说 有一些工作 就是可以提早下班的 你现在解决 你所有困顿的 唯一方法 就是重新回归社会 对 你明白对吧 明白就去解决 你们两个人 其实是那种特别 朴素的夫妻 而且我也很真诚地 祝福你们 一定会幸福的 可是面对这样 问题的时候 要打开心扉 彼此相信 并且依赖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紫园老师 你太爱说的 都是小事情 但人生不就是 由这些小事情 组成的吗 你刚刚一开始说 这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问你一件事 你一个月挣 四千块钱对吧 对 你认为你太太出去工作 全职工作的话 能挣到这四千块钱吗 差不多也能挣吧 差不多 也能挣对吧 好 也就是说 挣钱这个事 她也能干 带小孩这个事 全职带小孩 你能干吗 你干不了 对呀 她能够取代 你挣钱的事 你取代不了 她带小孩的事 凭什么你看不上她 凭什么你流露出 你只是一个 在家的人 怎么怎么样 她做的事 明明是你不可取代的 但是就很多人认为 因为我挣钱 所以我地位更高一点 怎么样 错了 不可取代的那个人 才更加珍贵 但这一点就被漠视 其实她全职工作 现在唯一的障碍是 小孩没有人接 没有人送这个事 那么她已经付出 和奉献了那么多年 现在对于你来说 是否可以 小小地调整一下工作 去找一个 更加自由度 更加高一点 比如说打比方说 送外卖 送快递 一些自由度 比较高的工作 我们换一个工作 自由度高一点 我也可以接接 小孩送小孩 这个事不难 也想一想 怎么样把它 从她那种绝望的人生里面 置换出来 每一个人在家里面 她付出的东西 都是需要被人尊重的 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谢谢 贾先生 郭女士 你们好 我们的生活本身 越来越过 就会平淡如水 那婚姻生活当中 又会参半锁 窗户或者门 你看到的肯定是 一些鸡飞狗跳 或者争吵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日子 过不下去 也并不是这样的日子 没有希望 生活需要调味品 调味品是什么 就是她说那部电影 偶尔看一次电影 偶尔让生活 增添一些其他的颜色 是需要的 是必要的 而她提到的那部电影 她看的不是电影 她看的是你对她的在乎 也许你真的说了 你说好啊 晚上我们去看电影 她可能真不舍得 花那个几十块钱 去看那场电影 我真的不舍得 对啊 我真的不舍得 对啊 你应该了解你的妻子啊 她是那样 会花这几十块钱 去看电影 而不把这几十块钱 留下来给孩子 买东西的女人吗 不是 她要的就是 你对她的一份在乎 和看见她的辛苦付出 你们家现在进入了 一个恶性的循环 你对妻子忽视 然后妻子就会把 这种坏的情绪 带给孩子 妻子要反思一件事情 孩子为什么会说出 妈妈我恨你这句话 你想一想 你在家全职 带她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把 一些负面的情绪 和自己糟糕的情绪 带给孩子 是不是会因为自己 可能突然地崩溃 然后就会把这种的情绪 传到孩子身上 指责孩子 其实是对孩子心理成长 不健康的 所以 我想跟先生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陪伴 你说我一下班 就回家陪你 我不出去跟人家喝酒 我回家喝酒 可是你这个陪伴 是假性陪伴 如果当你把陪伴 当作任务 来完成的时候 那这个陪伴 毫无意义 就是你何曾几时 静下心来 认真地考虑过 你们婚姻 现在面对的状况 我觉得你是心不在焉 就是他拼命努力 想要把你这个婚姻 过得稍微快乐一点 有点滋味 但是你觉得 我这样已经够了 你还要什么 就是你这样的态度 让人特别生气 明白吗 所以我希望你真的 静下来的时候 好好考虑一下 能够让妻子感受到 一丁点生活的快乐 这样不是对妻子 而是对你的孩子 因为他每天跟妈妈 生活在一起 妈妈的情绪 会直接影响到他 让那妻子快乐一点 你的孩子也会快乐起来 祝你们幸福 谢谢 生活难免困顿 但最害怕的是 这日子过得没劲 你们俩现在过得 就挺没劲 妻子有些绝望 觉得现在的生活 一尘不变 看不到希望 但希望是什么 孩子是希望 生活当中 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是希望 两口子计划将来 是希望 但是现在你们 很少在一块 共同努力 拧成一股神 去想着未来 你们的心 没有靠在一起 想把日子 过得红火起来 其实很容易 想想结婚的 初衷是什么 生孩子的 初衷是什么 谁又不是苦过来 你们俩都很健康 这就是希望 你说你们俩 有什么好 愁眉苦脸的呢 三个健康的人 只是说现在 没有父母 帮着你们带孩子 只是说 你的薪水 少了一点 刚才三位老师 也出了招嘛 你随便干点 其他的零工 送送外卖 开开车 你这生活 也有改善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所以其实 像你们这样的生活 还是得靠着自己 眼睛得看着将来 你要是两个人 一天到晚 就整个愁眉苦脸的样子 大眼瞪小眼 你这日子 就没法往下哭 想办法嘛 努力嘛 好不好 早点想通吧 就这样 谢谢附老师 听起来是不是 一地鸡毛了 跟各家的生活 都差不多 我觉得你们家 就是抱怨太多 办法太少 你希望你孩子以后 过什么样的生活 肯定是过好 好的生活呀 那你帮他笨了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 思维老师今天 讲的最核心的东西 叫生活智慧 生活智慧是什么 就是我自己想办法 让我的日子过得好 你自己没朋友 怪谁啊 那么大一个大院呢 带着孩子出去溜啊 全职妈妈就把自己 关在家里啊 想办法别抱怨了 回家多大了一些老婆 少跟那个酒 大大交道 记住啊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其实我也反思了一下 我有些地方 做的确实不对 可能对这个家 疏于照顾了吧 我以后 我会尽量抽出一些时间 陪你和孩子 帮你多做一些家务 然后像这个节目 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 好吗 婚前也是这样说的 然后现在你又这样说 谁知道 你能不能做得到啊 我就是 我也不敢 不敢再相信了 我这次 能喝吧 其实看不看电影 这件事并不重要 是不是要走 市面上的形式主义 不重要 看不看电影 都不重要 心里要有这个家 你一定会有方式去爱他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下载 晶云APP和外事打 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晶云APP 天津MTV网络电视 万事打手机客户端 继续刚看本期的节目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下载抖音APP 拍摄分享你的情感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爱他爱情保卫站 抖音官方账号 就有机会获取 老师们的专属爱情解答 来看他们的抉择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 和24小时保湿 实时破水嫩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你是我的成熟天使 为我能独占 谢谢老妹请回吧 没有谁能去带你在我心上 有一个成熟天使 我哪里还需要抵抖 人就是需要充满 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许 你才会开心起来 我们来了解 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吧 各位请看 我觉得他一直在利用我 只有在需要我的时候 才会想起我 平时就对我特别冷漠 我都是为了工作 我也和他解释了 是他一直不相信我 我马上就三十了 想早点稳定下来 可他总是逃避 和我在一起 他就这么不情愿吗 我们之间的感情还不稳定 我想等时机成熟了的时候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小宗23岁 来自江苏运营 小妮29岁 来自江苏运营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女生要来的是吧 是我要来的 她要来 为啥你来啊 因为她要跟我分手 然后我苦苦哀求她 她总是还是要跟我分手 就是不想分 不想分 来说说吧 为什么想跟她分手 因为我觉得 她就是在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才会想到我 平时对我很冷漠 爱你不理的 我觉得她就是在利用我 根本不是真的爱我 不是 其实就是她想多了 就是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嘛 就是谈两个月跟两年 其实感觉是不一样的 她总是觉得我变了 其实没有 只是感情平淡了一点 男医生觉得是 正常的情感周期到了 女生认为说 你是在利用这段感情 对吧 对 来 说说她怎么利用你的吧 从你的角度看 就是她 现在和以前就是不大一样 她一开始追我的时候 就对我很好 很细心 我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很关心我 哪怕我喜欢一些 小浪漫小惊喜 她都会给我准备 然后现在呢 就是经常给她发微信 都不怎么回复我消息 就找不到人 然后总是说工作忙 工作忙 是吗 不是 就是我刚开始 怎么讲呢 就是跟她谈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大学生 还没有毕业嘛 就今年刚刚毕业一年 那个时候我很多时间 可以全心全意 就在她一个人身上 但是现在我已经 不如社会了 我总要为我们两个的 未来考虑 所以就可能工作时间 太多了 太忙了一点 忽略了她 但她总是感觉 我不爱她了 其实并没有 你还是爱她的 是吧 是的 我们俩是同一份职业 她忙我也忙 我们公司也是 有一定的指标 每个月就需要 装满五到十个主播 并且把主播 人气给带上去 你们是管主播的是吧 对 我们是运营 就是她忙的时候 我也忙 但是就是因为 我年纪比她大 然后入行比她早 经验也比她多 然后我就尽可能地 把我的资源都是给她 因为她一开始 对我就很好 然后我觉得 我们俩是情侣嘛 就无所谓 就可以照顾她一点 后来我发现 她把我对她的好 当作理所当然 而且我们也没有 往我们所期待的 那种方向发展 她就是有需要的时候 才会想到我 等于你会把你的资源 给她 对 帮她充业 是的 我们都有一定的指标 但是不是一个公司的 那你怎么会感觉说 她是利用你呢 因为她每次都不把我的事 放在心上 就是比如说 我们要出去一起旅游 当天约好了 我在机场 直到飞机起飞了 都没见到他人 打了电话也没人接 这是为啥 这件事 我当时已经跟她 解释过很多次了 那天晚上是我领导 非要拉着我喝酒 领导嘛 我总拒绝不了 她就一直喝 喝得烂醉 第二天醒的时候 发现飞机已经起飞了 然后我就给她回过去 结果她就关机了 我知道她肯定非常生气 那是该批评 就算放鸽子嘛 然后她就为这个事 给我道歉了 我也原谅了她 我找她复合之后 我又补偿了她一次旅行 我带她去旅行了 还是去了的 对 还是去了 后来是去的 我也很开心 而且她当时 也给我一张美容卡 因为女孩子嘛 都很爱美 我还觉得她这次 还蛮细心的 然后我就带我朋友 去了那家美容院 结果呢 去了之后就发现 我朋友做了一次 皮肤管理之后 就皮肤过敏了 就是还蛮严重的 然后当时 不怪她呀 后来我得知 她和这家美容院 是有合作关系的 就是她能从中 拿到提成 她和我说过 就是有空 让我带朋友过来 就是我觉得 她这次找我和好 就是有目的的 是真的想找我和好的 还是让我从中 慢慢赚取提成 不是 她给你的美容卡吧 那钱不都付了吧 我是免费的卡 我朋友是付的钱呀 所以你觉得她是想 赚你朋友交的那部分 钱的提成 是这意思吗 对 你怎么往那方面想 不会吧 因为不是她主动跟我说 她有合作关系的 是那家美容院的人跟我说 让我有空带顾客 然后可以从中拿到提成 然后就跟我顺口提了一下 我才知道她是否有合作的 她为什么为我提呢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她也这样 其实怎么讲这个事呢 就是当时她朋友 那个事我也道歉了 我当时跟她讲过 她朋友可以一直去 我给她付钱 没关系 可是她朋友就是不愿意去 就觉得我在骗她 就在骗她的钱 你们这恋爱谈得怎么谈得 疑心这么重 我觉得挺可怕的 就是我给你一张美容卡 去了之后 你就因为我认识这家美容院 你觉得我要提成 这得多深的芥蒂 才会这么想啊 就是因为她没有告诉我 我觉得应该两个人 谈的一项 有什么事应该跟我说 你们俩平常处得好吗 你相信她吗 就是她平时是一个 比较话很少的人 就是不怎么沟通 跟她发信息 也是爱回不回的那种人 我一开始是很相信她 但是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 让我就是很怀疑她 所以肯定是有事情发生 我们来听事情啊 发生了哪些事情 让你怀疑她 你说说 因为我们工作的性质 接触的异性比较多 特别是她 就是会接触一些 女主播这些 我平时跟她发信息 她都是爱回不回 那天她出去 没有带手机 我就看到她手机一下 有异性给她发信息 喊她亲爱的 她在手机上 回复人家宝宝 她喊我都不喊宝宝 她喊人家异性 喊我为宝宝 这事我也跟她讲过无数次了 今天我再给你讲最后一次 就是我都想笑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女生 其实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认识十几年了 我都带她见过那个女孩子 就我们平时就是兄弟一样 她就疑神疑鬼 就是老想这些事情 行 还有啥 还有她就是会经常跑 我的公司直播平台 跟女主播互动 其实她就是想挖我公司的人 她就是很自私 她就利用我的资源 她那个女主播刚播 然后我刚好点进去 其实我工作也是 每天就在各大平台 看看有潜质的主播 然后跟她们聊聊 然后招到我这边来 就是这个工作性质 说白了就是这个 然后我去看到她女主播还不错 然后我就跟她互动一下 她当时没播什么人气 又是她手底下的我知道 然后我就跟她聊聊天什么的 带动一下气氛 而且我都是在公屏上答的 就所有人都能看到 我从来没有给她私信 发过什么 她就是借着工作的名义 暧昧 就对我都没有这么热情 还有一次 她说跟哥们出去吃饭 结果我发现在场的 有很多异性 她等于又是骗了我 这个事当时确实 我是跟我朋友男生 几个男生一起出去 吃点饭喝点酒 我也不认识他们 压根都不认识他们 第一次见面 正好被她看到了 那你在班族上跟人家 有时候有笑很开心 举止也很亲密 那是第一次认识吗 可能光线比较暗吧 她看错了 哎呀 这姑娘瞎呀 就明显就是借口 行吧 难怪她对 就是因为她 这一系列的事情 就是什么事情 也不跟我说 总是瞒着我 一次又一次骗我 然后我就很没有安全感 我一直想公开 我们的关系 但是她都不愿意 这是为啥 就也不是不愿意 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俩在谈对象 她就是感觉到 全世界都知道 我就是 就觉得谈恋爱 是两个人的事情 就身边所有的朋友 都知道就行了 你让那些陌生人知道 有什么用呢 是不是 谈对象发条朋友圈 又怎么样呢 秀歌爱又怎么样 我们刚开始谈的时候 就是每天都发呀 只不过现在谈时间久了 我就懒得发了而已 就现在一条朋友圈 关于我的都没有 行 你小片里面说 也快到了结婚的年龄了 是吧 对 是的 我很想见她的父母 见了吗 没有 我就跟她提过 我就说我年纪也不小了 我想安定下来 我想见她家父母 然后她就跟我各种理由 不得我见父母 有一次 她妈妈打个电话过来 我就想跟阿姨问声好 我才喊了一声阿姨 她就把话筒给捂住了 然后把电话就挂掉了 就当时就很生气 我都觉得 有什么好藏着掖着 跟阿姨问声好 有什么关系啊 这事我也可以解释 就我父母 其实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就他们不太能接受 我跟大我很多的女孩子 在一起 大几岁啊 六岁 然后后面我也出导了 我每天再跟我父母 讲这个事 他们现在也同意了 然后让我过年 把他带回家一起吃饭 我已经告诉他了 就父母现在已经接受他了 他总是托 他去年过年的时候 答应我带我回家 然后托了端午节 然后端午节又跟我说 是到今年年底 他就已经拖延好多次了 我直接了当地问你吧 你现在想结婚吗 我现在吗 不想 那不想就告诉他 我还不想结婚呢吗 不就完了吗 对 他全数就是敷衍我 他父母做什么幌子吗 你他父母做什么幌子吗 然后最为过分的是 他说他和朋友出去吃饭了 结果一宿也没回家 打他电话 一晚上没人接 第二天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是一个异性接的电话 当时我都惊呆了 我跟你解释过多少遍了 你就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当时我是去我男生朋友家喝酒的 那个女生是他妹妹 我在喝酒的时候就喝多了 在我那朋友家睡着了 手机就扔在他家沙发上了 然后那个小妹妹起床上学的时候 人家他十几岁 他上初中 就接个电话 他是一听到人家女孩子的声音 就直接挂了 其实就是一个小女生 我已经跟他解释过了 而且后面我也带他见我那朋友了 他就是不相信 他觉得我在骗他 我也没办法 你是隔了多久找我解释的呀 当时根本就没有理我 也没有找我解释 那发生那个事之后 你的态度是什么呀 我就想分手了 那分了吗 分了 那段时间确实我们就 彼此冷静一下 之后呢 他找我求和了 他找我求和了 他这次就是态度拿出来了 就让我觉得 他这次是真心想和好 他来接我下班 然后呢 朋友圈也公开秀我们的恩爱 并且看他聊天记录 跟父母说 他有对象这件事 并且说 带我回家见父母 我觉得他这次就是 想安定下来的意思 有诚意了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原谅他吧 毕竟我们是有感情基础的 对 那现在怎么又到这儿来了呢 又要分了 然后和好的当天 他就跟我提要求了 我这个月公司指标没有完成 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帮我拉几个大群 挖几个有潜力的女主播 然后呢 我也就帮他了 他就任务也很快地就完成了 完成的当天 我再去看了一条朋友圈 已经看不见了 就立刻就删了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删 我是把我的朋友圈整个 都变成了三天可见 就没有把那家朋友圈删掉 而且他说的那个 利用他的资源什么的 就是我确实让他把我拉进群了 但是那些主播都是我自己 一个一个跟他们聊的 是我争取过来的 就是不是他直接推给我 我自己背后也付了很大的努力 才把他们牵过来 是这个样子 他就觉得我在骗他 在利用他 其实就是巧合啊 对 世间的巧合多了就不再是巧合 对啊 就是他需要我的时候就对我很好 然后给我看一下朋友圈 然后我这边帮完了 他就立刻没有了 不是 你要想得这么明白 你还跟他纠缠什么呀 别纠缠了 然后他跟我说 对我见父母那一回事 然后后来跟我说 家里面暂时有事 暂时就不回家了 行 你见他父母的目的是 我希望就是安定下来早点结婚 因为我明年就三十岁了 你早结婚的标准是 我希望我在三十岁左右就能结婚 那就是明年 明年对 明年取不取啊 你问他不就行了 问他父母干嘛 就是 取不取明年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事业 还不太很稳定 就是要先立业再成家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没打算结婚嘛 那希望他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这一点是多少嘛 一两年的时间 现在真是我事业的上升期 行行行 万一你那事业一两年没上去呢 没上去也结 跟谁结 跟他结 信吗 我觉得不信 他已经拖延了无数次 你们俩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是在朋友聚会上面认识的 然后呢 是他主动追求的我 你怎么被一个年轻小子 给感动了 给打动了呢 就是他一开始就比较细心 很照顾我 就是虚寒问暖的 天天给我发消息 然后每天有时候来上班地方 来接我 经常就是给我送花 什么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他比同龄人要成熟 他比你的同龄人成熟 还比他的同龄人成熟 就是比他同龄人 对要成熟一些 他的两年是吧 一年半 谈了一年半 打心里面其实还是犹豫 对不对 对 我就觉得 他接触我到底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因为我工作性质 他刚接触你的时候 他不是读大学呢吗 对 他心机没那么深吧 没那么深吧 大家所做的这些事情 我就觉得就是 穿梭在欺骗我 所以当一段爱情当中的 一个人感觉 自己老被另一个人利用的时候 这样一段情感应该怎么办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生 二十九岁了 谈过几个男朋友 三个男朋友 每个都这样吗 不 这是唯一一个姐弟念的 你其实是完全不相信他说的话 对不对 对 就这样一个在你形容起来 满口谎言的男人 为什么要嫁给他 在婚前对你说谎 在婚后就不会吗 同样会 二十九岁的女人 要认识自己 认识爱情 认识未来的婚姻 他是一个值得 托付终身的人吗 不是 这是你女朋友 还是你的竞争对手 还是你的同事 我不太懂的是 为什么会到自己 女朋友的工作环境当中 去挖脚 不要说是亲密关系的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吧 年轻人 谈爱情就谈爱情 纯粹一点 做工作就做工作 努力一点 说真话就说真话 不要欺骗 我要带你回家见我的爸妈 你把这个事给我办了 我就带你去 他把这个事给你办了 你带他去了吗 你有一点想要跟他结婚的意思吗 我觉得二十三岁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还是浅薄的 没有关系 我二十三岁 我还是年轻的 我不想结婚 没有关系 我们诚实以待 无论是对待爱情 对待工作 还是对待生活 祝你们各自幸福 虽然说得云淡风轻的 但是我听着挺震撼的 你通过利用他的 对自己年纪的焦虑 利用他想要结婚的这些弱点 获得了很多的利益 你完全不认为自己是不对的 你在那边说 我挖人啊 我都是一个个跟他们谈的呀 但你没有想过 这个是你女朋友的资源 你不觉得说我去 挖一个我爱的人 他在运营的那些人是不对的 我认为这个价值观 是出了很大的问题 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功利化的 比如说亲情 比如说爱情 比如说一个人的信任 其他的东西都不说 你去一次又一次去辜负别人的信任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其实你伤害的 都不是感情的问题 我觉得你伤害的是自己的生活 至于姑娘这边 在目前看来 我认为你是个太容易被哄的人 一个人如果很容易被哄 就意味着对方可以对你进行 肆无忌惮的伤害 你有弱点 你的弱点很容易被抓住 你想结婚 你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有那么着急吗 你有你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的事业 为什么就要一次一次地放弃自己的底线 逼迫自己去相信一个人 你明明知道是不可信的 你明明知道是不对的 为什么要去相信这件事情 不就是所谓那点幻想吗 我觉得你对她而言 现在根本不是一个女朋友 更像是一个宝藏 你看在你身边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要资源有资源 什么都有啊 我要进什么群 随便给你喊一声 你就给他加进去了 要什么有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宝藏的话 那么只要你有价值 人是不会离开宝藏的 所以只要这个宝藏 对于某一个人 关上大门之后 这个宝藏才不会被人打扰 所以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意见 就是这样 对于你 你要明白自己 应该如何关上一扇门 对于你 我建议你离开这样的圈子 好好地去追寻一下 你这个年纪应该有的 善良 同情心和真诚 好吗 我先给你这件事 晓妮就你说 那个美容卡的事 她给你那美容卡 是强调 你必须要带一朋友去 而且要让你这朋友 自己去消费吗 她跟我说了 就是说 你可以喊一些朋友 过来消费 那你也可以不带去 对不对 这个完全是 自由在于你吧 对 所以你为什么会一定认为 她这个事就是带有目的性的呢 因为她当时跟我提了 然后我就心想 可以带我朋友 正好一起去做个美容吗 对啊 那这是你自愿要带朋友去 她后来又跟我提了 但你也可以不带去啊 就是她没有说 逼迫你说 你要不带你朋友去 我跟你分手 没有 她就是第一次 在脸过敏之后 我就和她争执 所以我跟你讲啊 这个问题的关键点 不在于 她让你带你朋友 去这个美容院 办卡什么之类的 而在于你自己 我如果是你朋友 我自己开美容院 我说你带朋友来 来我美容院 我可以给你提成 你带来或者不带来 这在于你 我不能强迫你 说你一定要带来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问题 说全部架在她的身上 也就是说 在一开始 你对你们这段感情 就是存怀疑态度的 种种的事情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 你已然现在 在戴着有色眼镜 在看待你们的感情了 所以这段感情 再继续往下发展 我觉得就是不健康的 就更别提谈婚论嫁了 我觉得你要先 对自己负起责任 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 要什么样的感情 学会说不 其次对于男生 我想说的 可能在于你看来 你不觉得 用他的资源是利用 可能在你的概念里面 你觉得我们是情侣 就是互相帮助 但是你为什么会让人家 误解你是利用的 因为你凡事都以目的出发 我先想 我这个事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一和好 马上就先达成我的目的 所以 有可能你的心里 是真的这么想 但也有可能 你就不觉得这是个事 但无论你怎么想 足够能证明一点 你没有那么爱她 她是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才会爱的女人 既然是这样 那就不要给她 无限期地等待 就一句话 你不是我要娶的 那个女人就好了 谢谢 专业化的网络运营平台 现在在国内 还是初期阶段 你们是大概属于那种 打造网络达人的 网络经济 这跟传统的 艺人经济还不一样 传统的艺人经济 大多数是一对一 或一对二 但像你们这样的 更多的是一对多 甚至一对十 或者一对二十 你们的任务 是要打造网络达人 包装它 而且你们还有一个 重要的权利和责任 就是你负责 分发网络资源 给哪个主播 如果我觉得你有希望 我就把网络 更多的资源推下来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过程当中 早期发展不明确的情况下 你们每天的思维模式 是把自己当成了资源 我就是一个资源 分发机构 所以你们的 惯有化的想法和思维 就在于 你跟我之间 发生点什么 你都在图我的什么东西 你们的惯有的 思维模式就是这个 有很多人问 什么年龄结婚最合适 有些人说是 像他所说的 先有适应 有些人是说 年龄大概25 30 所以我告诉你 结婚唯一的标准 就是他愿意为了你 心甘情愿地放弃自由 这是唯一的要素 就是他已经做好了 进入婚姻的准备 他心已经安定了 这就是结婚的唯一标准 你达到了吗 没有 所以根本就不要提什么 结婚的事 他并不具备结婚 他不愿意为了你放弃自由 那就不要谈这件事 拧绝 拧绝 听明白没有 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个臭小子 他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在你面前撒谎 你大概也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没有 我想告诉你的是 一个人这一辈子也许什么都可以利用 但万万不能利用的是感情 因为感情是不可以被利用的 还有一点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的异性缘很好 很多异性愿意青睐于你 你就认为自己是有魅力 错误 越是与那些异性靠得越近 其实那些异性越不尊重你 而相反 如果你保持自己的职业操守 工作就是工作 情感就是情感 反而你能得到异性的尊重 就这 不合适吧 因为你的目的是结婚 他的目的是恋爱 这是第一个不合适 第二个不合适是因为 这个只有二十三岁 从善良的角度想 他可能没想利用你的资源 但是这盘根错节的事放在一起 难免会起疑 所以我倒觉得 我们把事情纯粹一点 其实我们说这个谈恋爱 也是有自己的原则的 你将这个基本就不能碰了 因为你到底是要做他的师傅 是要做他的对手 还要做他的女孩 关系太复杂了 所以没什么 以后再回首这段感情的时候 也别老想着背离 那是你一个主观上面的想法 男生 我希望你是没有的 我愿意相信你也是没有的 如果你确实有了也没关系 确实有以后不再这样就好了 这就当你人生的一次摔跤 所以今天就把话跟女生说清楚 说明白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其实走到现在 我们也经历过很多 我也没想到今天 就是你说出这么多 对我不满的事情 就平时可能一件一件说 没有这么多 但其实我真的 不是出自我本意 如果让你感觉到 我是完全利用你的话 其实我本意是真的没有 我其实可能本身比较大大咧咧的 就没有想那么多 我不知道女生的心思 可以吸尼到这个地步 就是走到现在 我还是想带你一起回家 就如果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其实我也一直都很在意这段感情 但是你的所作所为 让我在这段感情中 感觉是消耗了自己 所以我想好好想想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我们将解答一下 抖音APP上的朋友们 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 接下来进入 抖音爱情小课堂 喂 我没挂电话 不知道你怎么 感觉我拿你当生命的全部 我就拿我当生命的过客 我都习惯了 没事 没事 你别担心我 我没事的 你知道我们在一起之后 你该跟谁谈恋爱了吗 你没错 是手机 你知道你家和我家 就隔着你一个小区 但是你让我觉得 我们是一国恋 说来去作用什么时候 你还记得吗 我都可以当作今天日了 恋爱时期 所有人的思维都应该是这样的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所以当你在热恋之中 发现你的另一半 总是没有时间来陪伴你的话 你应该想到一点 她是真的没时间 还是不再爱我了 对于每一个热恋中的女性来说 陪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此对于男生来说 几出时间来 都应该去做一个陪伴 爱情保卫站和我 都在抖音开通的账号 大家赶紧下载 抖音短视频APP关注我们 还有很多爱情告白 精彩视频可以观看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 有话说吗 没事 好 谢谢你 秦辉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扫描屏幕下 光大二维码 下载精彩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精彩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卫站 有毛有提问说 和男朋友认识三年多了 认识的时候我离婚不久 我跟前夫有个女儿 离婚后是前夫的妈妈 在管 但是在我和男朋友 谈了两年多 准备见父母的情况下 突然前婆家把女儿给我了 说不管了 我男朋友不能接受我的女儿 现在竟然在家人的安排下去 相亲甚至要订婚了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我该怎么办 接受你的女儿的人 我看她也不是特别爱你 让她去好好相亲吧 我也希望你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 真正爱你的男人 我们的节目 是由保湿护护理仙品牌 药宝一倍诗冠名播出的 一倍诗纯积水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一倍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一倍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本节目由抖音短视频APP 战略合作播出 上抖音看视频 保卫爱情有秘籍 去抖音拍摄 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at爱情保卫站的 抖音官方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 出现在节目中 由老师们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 去分享你的爱吧 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